哈囉大家好我是Katsbong 今天來介紹樂團是 目標世界第一的樂團 Alexandros Alexandros成立於2014年 正確來說是成立於2011年 由主唱川上陽平在大學一年級時 找Bass手吉布寬之義氣組團 當時的團名是叫做Champagne Champagne是香檳酒的意思 當初的樂團有五個人 之後經過幾年團員更動 在2011年形成現在四人樂團的形式 目前的吉他首為白景正會 鼓手則是莊春聰太 到了2014年 因為香檳酒類生產同業委員會的日本奮局指出 Champagne這個名稱為 法國香檳地方的原產地名稱 於日本國內受到保護 因此提出變更團名的要求 而Champagne也在2014年3月正式改名為Alexandros Alexandros是指古代亞歷山大大地 曾征服許多地方 希望樂團能跟他一樣 用他們的音樂征服更多國家的樂迷 之前的採訪也有問到Alexandros 為什麼名字旁邊要加框框呢? 有什麼特殊含義嗎? 主唱陽平表示完全沒意義 單純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而且很特別而已 而今年4月9號Alexandros要來台灣開演唱會啦 Champagne時期總共出了三張專輯 第一張為2010年的 Where's my potato? 集中收錄 For freedom 隔年推出第二張專輯 I wanna go Hawaii 第一張單曲City 及第二張單曲You are so sweet and I love you 也在這張專輯中 楊平有說過 專輯的名稱都沒有特別的意義 完全只是他覺得順口就去了 連專輯照片上的恐龍腳 都讓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什麼超現實風的專輯封面 其實也只是他們當下開會覺得 欸不錯啊就用了 完全沒想到別的 2012年發表第三張專輯 Swar Singer 集中收錄 Kill me if you can I wanna feel the fire inside desire Before they kill my mind Send me to the place where all my pain 而緊接著 Champagne的第三張專輯 Menodo Karate Karate 日文空手的意思 空手道則是Karate door 專輯名稱乍看之下令人不解 實際上卻是他們首次具有意義的命名 發響來自主唱楊萍 楊萍9歲到14歲時曾住在敘利亞國 因為外貌上有著東方人面孔 在異國總是被冠以 會柔道或空手道的刻板印象 對於這樣的偏見 做出有點挖苦自己的回應 我雖然是日本人 但我不會空手道 其中著名曲目STAR 還有第六張單曲的 Namigaこぼれそう Namigaこぼれそう 到了2015年改名後的第一張專輯ALXD發布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張專輯 其中收錄電影鳴屋主題曲 Watari D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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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次看他們MV時 從For Freedom 開始 都會在MV最後下一段搞笑片段 已經變成他們的習慣了 Watari Do стен Watari Dolly 2016年發表改名後第二張專輯 EXIST 其實到目前為止的專輯作詞作曲都是由楊萍來負責 通常是他想到一段旋律跟歌詞再到練團室跟團員討論 然後歌就出來啦 其中收錄著名歌曲Swan 話說我第一次接觸到Alexandros 是在大阪環球影城的雲霄飛車上 那個雲霄飛車可以讓你選音樂在搭乘的時候聽 剛好曲目表裡面就有瓦達利斗利 不聽還好一聽不得了 回去立馬查這個樂團 Alexandros 算是一個沒有固定曲風的樂團 連主唱也自己說他們想嘗試所有的曲風 想成為世界第一的樂團 想到世界各地舉辦演唱會 Alexandros 正一步一步征服世界上的歌迷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喜歡並訂閱 如果想要我介紹樂團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卡斯鳳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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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